郵局員工在櫃檯忙著 收發信件和包裹 年底正忙的時期 卻有員工投訴 竟然要求1月23號小年夜 也要來加半天班 今年年假從1月23號放到29號 1月23號是彈性放假 要在2月15號補班補課 郵局有員工不滿 1月23被要求加班 但2月15號仍然要補班 怒嗆蔡政府的政策 為何交通部不配合 我們基於辯明跟用油的一個需求 所以我們在那天 還是比照星期六的一個營業方式 提供半天的一個服務 中華郵政表示 1月23號並非國定假日 比照週六上半天班 從上午9點到中午12點 全台有288個職局需要營業半天 都會依照勞基法規定之心 法令已規定 特別需要是由勞工來排定 所以雇主不能拒絕 所以我們會建議 這個部分還是要去體諒 那個連結員工返鄉的 休假的需求 還是要去內部的溝通協調 台灣郵政產業公會則表示 明年2月15號 竟然已經補班 1月23號又要比照週六上班 讓員工相當辛苦 雖然1月23號比照休息日加班 並沒有違法 但中華郵政也應該要考量 員工返鄉的需求 記者路易鴻 王一仲台北報導